这次看到普丁呢 当然全球关注的就是西埔会 而且在访中的第一天呢 我们看到他是先去了北京 第二天去到了哈尔滨 17号是结束了整个访中的行程 而在这个时候呢 也看到日本的朝日新闻 他们预测说什么呢 说普丁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闪电访问北韩 那同时也预测 如果普丁真的到北韩去访问的话 会前往东苍里的卫星发射设施去参观 当然这个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部长 也就是金与正 17号他才撇清 强调说呢 朝俄武器交易论是一种外界荒唐的臆测 北韩无意出口或公开任何的军事技术力量 而且呢特别强调说 包括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是 北韩发射了这个弹道飞弹 他们是说针对南韩 而不是特别有什么其他的用意 好 说到了闪电访问北韩 倩姐您怎么看 虽然说也许不是接下来马上就去 但是接下来在之后会不会尽快的安排 您怎么看 还有就是说接下来 普丁基于对俄乌战士的发展 因为也看到他去中国大陆访问 而且特别着重在中俄之间的贸易 因为大家外界也在分析的是说 当经济稳了 接下来可能就在军事方面会有新的动作 这相关的一些连结怎么观察 对 我觉得日本的意思是一个 另外一个意思是说 他不但去北韩还要去越南 我觉得他就更为不靠谱了 那当然他是符合西方到目前把中俄一三个国家 打成背靠背的现在的假想敌 有的人就直接用邪恶轴心来描述 这个是和他们的这个剧本是吻合的 但是这个剧本里面到底有没有另外一些可能性 我们仔细去看的话 这次普京来他跟中国大陆所建立的是一种 非常全面的发展关系 并且想要回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个秩序 而二战之后的秩序我们都知道 就是国际多边主义在美国的领导之下 开始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组织 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IMF 整个的经济跟安全体制 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他这隐含的意思就是说 目前美国带头破坏了很多二战之后的这些体制 那现在两国联手起来 是要去回复那个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 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 而且我们仔细去看 它在大陆所发展的东西 或是发表的共同宣言里面 第一个就是以社会经济发展 然后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为核心的 那这个部分就真正的展现了 俄国做一个军武大国跟资源大国 而大陆作为一个制造大国 那目前逐渐成为军武大国 这两国联手的巨大实力 所以他们讲的部分 从能源的合作 其中包含一部分的核能源 谈了双边的贸易互相投资 更重要的是讨论工业创新领域 那个新型的工业的发展 就是我们不是在讨论过去的事情 全世界需要解决气候变迁 需要解决智慧革命 要解决新能源革命 也就是工业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这些东西就有先进产业 另外他还提到了航太产业 就是说大家记得 现在的空间站也不是 国际空间站也不是美国发的 是俄国发的 那现在新的是中国发的 所以说大家在讨论未来 在太空的秩序 最重要的是太空不得用于 对于任何国家的安全使用 就是不能变成军事使用的 这个太空秩序呢 他们这次也讨论了 未来的太空的发展 以及到月球的登陆等等等等 因此如果从这个大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中间可以讨论的 去朝鲜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这次讨论了图门江 就是要给吉林省一个开口 就是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就是我们从尼泊楚条约 到爱魂条约以后的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那中俄在过去 也就是在苏联世界 还打过很多仗 这次也讨论了黑虾子岛 讨论了图门江的港口 海生威也有 海生威 更重要的是讨论了北方航线 就是说在北极海 逐渐地在全球暖化之后呢 它会成为一个商贸之海的时候 这个Northern Passage 这北方航线 就会从比较靠北的 这些港口往北走 那当然从日本角度来看 说你们在这里 对我是有军事威胁 譬如说南千岛群岛的 几个侦察站 但是它同时也可以有 经济上面的效益 所以我认为 我们正在做一个转嫌 就是国区完全是地缘政治的 你死我活的这个关系 以Security 军武为核心的 跟中国大陆现在在积极主张 从一代一路开始的地缘经济 我们互通互联互相发展的 这个地缘经济为核心的秩序呢 正在这个北方做一个转嫌 那在做这个转嫌的时候 那就不要忘了 它还可能去蒙古呢 因为有那个西伯利亚二号 然后在朝鲜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发射站 它可以去讨论图门江 所以说地缘政治跟地缘经济 看着同一个地图 但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想象 以及不同的结果 电队即将在5月5号要出访 法国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么这个马克宏呢 展现出的是不同的态度 他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表示说 欧洲必须捍卫自身 在和中国大陆经济关系当中的战略利益 他说他的愿景是呢 这一个新的欧洲经济体系 应该要更少监管 更多投资 更好的贸易保护 重新平衡中国大陆的关系 王老师我请教您 马克宏所说的 欧洲跟中国大陆之间 这个经济关系 他讲到战略利益 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想他这几个字 这个更少的接管 更多的投资 更好的贸易保护 其实多少也点出 这个他的战略利益了 为什么 因为欧洲国家 其实是中国大陆的 欧盟是中国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合着是一个两立 当然最近有一些 同时因为过去美国拉着欧盟 去做一些对抗中国的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他想说 我是不是要应该重新定位 自己的问题 走自己的路 因为他认为说 因为中国大陆 当然没有那么尊重 国际的贸易的规则 但美国也没有要重新制定规则 开始起了一些 美中科技战 美中贸易战 所以欧洲国家应该怎么样 应该来走自己的路 来捍卫自己的经济安全 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 所以他第一个就是想说 最近因为中国大陆 跟欧洲的一些电动车的问题 电动车的问题 其实马克宏会表示说反对 就是说会觉得说 要适度的保护 这个华国的市场 但是之外 他们其实也想跟中国合作 为什么 因为他们去了解一下 发掘中国的电动车BRD 真的是竞争力太强烈了 我最近参加一个研讨会 就是说如果你跟一个对手 我根本没办法打败你的时候 那我怎么样去学习你 模仿是为了创新 所以你看现在德国 法国都积极在中国投资 而且不派就合资 对 所以他们现在就说 我没办法打败你 那我就要学习 就加入你 是 就加入你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利可 第二个就是因为中国大陆 本身有很大市场 我用技术去换一些市场 像这个最近美国的波音 这个丢掉了很多市场 那空中霸市拿回来 所以这个庞大的经济利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再来就是一个 一个学习中国 因为欧盟是一个经济安全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中国大陆过去 很多的战略领域 安全领域 他都讲说 那我是中国人要集合生产 那欧洲人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马克宏是认为说 很多经济重要的领域 我应该让欧洲厂商来生产 但是可以适度跟中国 做一些合作 所以他目的是在rebalancing 就是说我不要欧盟 就是成为美国的马前主 一直跟中国对抗 我甚至可以跟你合作 投资 掃监管 但是要换取一定的市场的利益 这当然应该是 他的战略利益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